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旺年拉了很多誤回重重的東西 甚至是官非各方面的東西想解決的話 今年就算是一個好消息了 因為天解是幫你去 萬事都可以解決得到 天解星來說 譬如大家想化解一段感情 化解一段恩怨的話 都是好事將這件事解決的 最後一個就是誤鬼星 誤鬼星是是非重重 很多人是誤鬼前身的話 經常有閒言閒語 是是非非對著自己, 聊天 所以記得如果是非重的話 其實要謹記一件事就是 所有小人為何要說自己是非 就是永遠覺得自己比他們好 記得不要把自己的力量 放在這些小人之中 其實他們是不能動我們 所以熟樓的朋友記得 集中你的精神 千萬不要浪費時間和精力 在這些所謂的小人身上 記得天解星也是把你化解 所有之前不想再繼續下去的東西 所以熟樓的朋友記得 今年若然覺得自己是 是可以失去感情的方面 或者覺得自己有所謂的壞習慣 是想改變的話 今年也有一個很好的年份 趁這個機會 作出審議去改變所有這些東西 記得除了你的年份之外 每一個人都有 其實有四個生肖在八字方面 若然大家想知道 除了年份, 你的月份, 日子 和時處有了什麼生肖的話 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將自己的八字排出盤 其實你可以看看 除了熟牛, 還有什麼生肖 你可以跟進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我們下次見 再看一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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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